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帶你來看到的是 奧運第一次林陽配拿金牌的時候 他的教練就說了 其實要在台灣培養一個 真正的奧運人才有多難 台灣連一個像樣的羽球館都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已經先許願了 但是一直到這一次 您看看 現在還在討論 新建立羊羽球館友譜 賴清德說 他會全力支持 要請行政院來協助這一項計畫 我就想問 所以過去三年半都沒有這個計畫是不是 連計畫書都沒有看到嗎 你蔡英文三年前不是還講說 承諾要有建設嗎 現在咧 過去了連個評估報告都沒有 才要重新再計畫 大家就想問 所以政府你們一直在講說 你們是有在希望生根體育 希望讓台灣體育能夠發展 每一次奧運就講一次 那是真的有在做事嗎 還是說拿金牌拍拍手 很開心跟他合照 就結束了呢 不希望像選舉的時候 承諾沒有下文 像放煙火一樣 這不是大家想要的 好 選舉 總統告訴我們 選舉還顧 還要這個兩年的時間 可是問題是 地方上頭燕硝味就是很重 你看賴清德才去一趟台南 旁邊站了多少人 而且不是站旁邊而已 你還要看誰站在他的正旁邊 就是這個林俊縣 陳廷飛中間還隔了兩個人有沒有 林俊縣就在他旁邊 王定宇 這隔了幾個人 三個人 又更遠了一點點 大家連這個距離有多近多遠 都要這樣子斤斤計較 為什麼 因為要看的就是 這個本命區到底賴清德挺誰 對不對 好 現在賴清德說 大家先不要談選舉 林俊縣的講法是說 就是告訴我們用潛水的方式來進行 沒有 陳廷飛的講法是說 他就表示他是一個公共財 不要拿他當看板來宣傳 這個燕銷會太重了 因為當時 林俊縣所發出的這個宣傳 就是完全旁邊站著一個賴清德 這不叫看板 這叫什麼 所以現在才會看到 人家在媒體評論是什麼 刀刀劍骨 正面對決 連我們這麼遠的台北都聞得到血腥味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黨內初選 黨內初選都還不知道有沒有 陳廷飛說一定會有 但是現在大家已經感受到 那個非常非常尖峰相對的時刻 高雄也是啊 因為台南高雄都是算他們本命區 怎麼選都會贏 所以高雄現在今天也看到了 陳其邁親自下場去做大港造罰競賽 結果說贏邱逸營兩秒樂翻 不要贏你太多啦 然後邱逸營就在跟他講說 拜託 我們其實是讓你的啦 大家就在講 你來我往 結果站在他旁邊的只有邱逸營耶 就連水果祭也是邱逸營耶 那為什麼只有邱逸營呢 到底這算不算是一種 另類的告訴大家我在挺誰 大家地方上頭就會開始耳語啦 對不對 因為現在是五搶一 陳其邁的講法是 想選的人要有好的政策 可是今天就看到這則分析稿了 告訴你在地 有說三關鍵才能夠守住江土 他們講法是說 因為每一次初選就會刀刀劍骨 上一次為什麼會輸給韓國瑜 就是因為初選殺得太兇了 所以現在他告訴你說 人家是誰 是柯志恩 那我們就也要是女生 女生之外還要是在地的 還要避免內耗才可以穩住 這一些條件看起來 你覺得許春明啊 許明春啊 然後邱逸營啊 賴瑞隆啊 林黛化啊 許智杰 哪一個符合 有人說符合的都不在這裡 在黃潔啦 黃潔現在是被陳水扁點名 有可能是下一個高雄市長的人選 但是他現下要面對的問題 是又被提了罷免 罷免現在連帳說說已經破千分了 他本人回應是說呢 一切尊重台灣是民主國家 大家都有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 人不在台灣 但是呢 陳其邁幫他回應說什麼 哎呀 其實他對不同意見非常有經驗 意思是什麼 他當議員的時候被罷過嘛 結果那個時候沒有成功 反而讓他更上層樓 變成了立法委員 但是他進到立院裡面 做了些什麼事情 許爸爸點出來一看看 大家就會想問 到底在立院表現怎麼樣 也有人去問立法院長韓國瑜 你怎麼樣來看黃潔被罷免 黃國瑜從頭到尾只說 謝謝兩個字 當然嘛 他一定也不想要評論 因為對他來講 這個是地方上頭的事情 選民跟黃潔之間的事情 但是賓哥 當我們看完了高雄 再看台南 就會很有一種既視感 大家也想問 賴清德你現在到底在意的是什麼事情 那個李洋雨球館 能不能做點時事啊 老實講你期待民進黨做時事 只有一種可能性就是 當這件事對他有很大的利益的時候 他的人可以從中獲利的時候 他會去做 其他的他都不會做 你看蔡英文之前上任 之前跟我們保證多少事情 結果什麼都沒做 基本上就是個騙子 他騙你還騙了 你們還心甘情願要把票投給他 他的社會住宅 他的其他的這些相關政策 哪一個執行的 都沒有啊 所以你期待民進黨就是至少麻煩 所以我覺得不用去期待他 如果地方政府願意去處理 因為老實講 建一個雨球 雨球館也不是太難的事情 地方政府自己搞定就好 我覺得也不用太期待中央 中央不會幫你的 當然現在台南跟高雄 這兩個綠營的地方 都搶得非常兇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對民進黨 以民進黨在台南跟高雄實力來說 只要初選過關基本上就等於當選 所以他們現在都是 大家都是全力以赴 台南現在很明顯的就是 林俊憲跟陳廷輩在爭 陳廷輩就是一直想要去蹭賴心得 可是就一直被林俊憲擋在外面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樣一個狀況 他很努力在往中間靠攏 是啊 但是就蹭不過去 這也是他滿苦惱的 可是問題是 這一局大家都說 陳廷輩在當地人氣很旺 然後他之前民調看起來領先非常多 我是一直不看好 為什麼 因為老實講 所有的人全部都被賴系掌握了 請問一下你到底要怎麼突破重圍 現在你們台南市黨部主委也是郭國文 郭國文已經擺明了 我就是挺林俊憲 你嗆得非常明 前一陣子不是還說 你不要重復勘齋 不要親門踏戶 這個態度超級明顯 所以黨部不支持你 黨中央看起來也不支持你 對不對 然後在地方上 你看有賴會員這麼無聊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跑去做民調 然後說說民調林俊憲領先了 你就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表示沒有人聽你 未來這個民調 就算有初選 就算民調也可想而知 我看陳廷輩大概9成9被做掉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當然陳廷輩會一直去拚 可是我覺得恐怕要去顧慮到的就是 你看林俊憲最近一直也在講 他說我們公平初選 但是不准退黨 他一直在嗆這個東西 就表示林俊憲最害怕的是 他搞不好會退黨 然後他們怕的是什麼 會不會陳廷輩一怒之下 自己跳出來參選 甚至會不會暗中去幫助西隆界 這是他們最怕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台南真正的局勢在這一塊 而不是在陳廷輩到底初選能不能過關 我認為陳廷輩初選大概是過不了關 講實在話就是這樣 那陳廷輩自己的心理盤算什麼 陳廷輩只要去想清楚 那高雄這一局也很有趣 現在每一個都摩拳擦掌 你看邱毅營突然之間跳出來選 然後就也是跟著陳其邁隊吊吊 到處走 那個許明春也很好笑 許明春連口號都出來 叫高雄友春 對啊 我覺得這個 不知道是哪個250幫他下的 這口號真的不怎麼樣 高雄友春 他那個宣傳照我猜得還不錯 我就覺得蠻趣味的 可是 以陳其邁現在的舉動來講 看起來他好像是比較熟一丘一營 而且他已經在喊話說 趕快提前初選 對啊 就是想要趕快把這些東西定於一尊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恐怕其他幾個許智傑你們要小心了 因為我不懂為什麼選的先決條件 一定要從女性出發 這到底什麼原因 難道因為對手柯智恩是女的嗎 我覺得這個邏輯恐怕不太通吧 請教一下洪威姐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那個李洋羽球館 其實我覺得很多政治人物 每次到了就是像有奧運的時候 我們有拿牌 或者是有很好的成績 就會蹭蹭蹭 你記不記得以前我想那個 冰哥知道 那時候我們不是要發展足球嗎 那時候阿比亞說我們什麼足球元年 我們要送小孩子到巴西去受訓 然後回來踢足球 結果後來幾十年過去了 我們的足球還是根本無人問津 所以就是說 真正人物常常就是去蹭這些 這些運動選手 他們有很好的成績 但是我們就是只有口同 口惠而食不至 我覺得現在離2026其實真的還早 比如說我今天陪川北 就是我們李四川副市長到基隆 因為我們去基隆去看這個 基隆市就是這個謝國良市長 他做了一些入評方案 寫樓整評 結果媒體還是很關心說 那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要為了新北市參選來暖身 等等之類 川北就說 哎呀這個離選舉還早 大家不要纏政治 可是你現在看到高雄跟台南 你覺得離選舉還早嗎 簡直已經是整個的 就是已經進入肉搏斬了 尤其最近的台南的事件 不管是李孟燕的這個緋聞案 或者是林怡景 你看今天林怡景沒有出現 大家本來在講說 今天賴清德到台南去 大家就說林怡景會出現嗎 果不其然他沒有出現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深陷 他的整個特別廢的這個 這個閉案裡面 那林怡景他就是賴清德的子弟兵 而這次辦林怡景的就是難檢 而且最可異的事情是 林怡景的這個特別費 並不是他在立委任期 而是他當年在議員任期的 也就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所以你看這一場台南市的 這個選舉戰 真的是已經那種血腥味 那種真的殺到劍刀劍骨 然後真的是已經不留情面了 所以在台南市的選舉 到底就是以這個賴清德來說 他是不是就可以以清典的 他當然現在看得出來 他如果能夠清典的話 一定是清典林軍縣 但是我認為陳婷菲 還有那個郭馨良 郭議長 是絕對不會善罷甘休的 不然的話他也不會因此 而去退出政國會 所以我覺得未來有關於台南政壇 會不會有更多讓我們覺得 哇 今天發生這些事情 我真的覺得很值得期待 另外在高雄的部分 因為高雄現在陳其邁 算是很有政治能量 但是我覺得喜明稱 喜明稱這麼早就宣佈參選 其實我覺得透露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這個訊息是什麼呢 也就是未來高雄市長的人選 並不是你陳其邁說了算 這個很清楚嗎 因為當時大家會覺得說 陳其邁因為他一手提拔這個黃傑 那會不會他把這些大哥大姐姐放在一邊 然後全力的來栽培黃傑 但是顯然這一些比較資深的 尤其他們高雄有好幾位立委 又各有派系 又各有實力 我覺得他們今天不會放任陳其邁 自己也如同像陳水筆 對不起 像賴清德一樣 在自己的這個地盤上 反正就是我清點人選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邱易營 許智傑 或者是林黛化 他們的實力都非常非常堅強 你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訊息 就是最近有把這個 我們所有立委的 就是政治現金有一個網站把它做出整理 你知道林黛化的 在這次選立委的政治現金是多少嗎 7000多萬 7000多萬 這是比我們好多好多位立委 加起來也沒有他這麼多耶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我一看到林黛化我想說 他一定會選市長 一定會選市長 他有這麼多的一個政治現金 他當然一定會全力的去拼 所以我覺得高雄市並不是我們 說實在我覺得 高雄市長的這場選舉 在民進黨部分 不是我們看到這麼浮面 說跟那個陳其邁一起辦活動 跟陳其邁 你講一句 我講一句 他們裡面水非常非常的深 包含許明春 許明春因為他從來都不是明代出身 他是高雄市的副市長 然後也因為菊姐的關係 進入中央當勞動部 他叫阿春部長 他現在他到底有什麼底氣回來 這麼率先的宣布說 我要投入這一場高雄市長的選舉 後面當然是有靠山 所以我覺得這個靠山 我不認為是陳其邁 所以這就代表說 民進黨在台南或高雄 投過聲就過 事實上他們現在已經在啟動 一場新風雪雨的一個 縣市長的選舉的一個熱身賽 好 請教漢婷 先看前面 蔡英文賴清德蹭奧運 但是都很少要幫選手做實事 這也是眾所皆知 看先前我們的奧運選手 林玉婷被攻擊的時候 哪一個當初蹭奧運的 出來反擊川普 沒有 全部龜縮 更何況連出一張嘴都不願意了 更何況是實打實的建設 蔡英文的騙票也從來不在少數 過去選前就跑到我們北投士林 說中央全力支持北士科 結果選完了之後 傻也沒有 那麼現在 剛好我在上個會期也提議 希望蔣灣市長在北投 州美地區也能夠興建 體育場館 因為奧運的關係也宣布 要做成國際的羽球館 現在也希望中央支持 就看到時候中央給不給力 不過某種程度上 我又會稍微慶幸 好像不要讓綠的來做羽球場館 也不錯 為什麼呢 免得發生桃園羽球場館的事件 那不就是又害死不少人嗎 那麼蔡賴就是很空心 蔡賴很空心 真的很不應該很糟糕 不像我們TVBS的月餅 都是實心的 都是實打實的 減糖少油輕負擔 蛋黃鬆軟 我們又不乾 我們沒有這個廣告 我們不做請教 但是真的不乾的是誰 真的不乾的 其實是陳婷菲對吧 面對當前的台南選舉 尤其發生了這麼多的事件之後 賴清德講說 現在這個選舉還早 不要談先市長選舉 什麼意思 就是當爆出了陳忠燕 李孟燕 林一錦這些事情的時候 賴清德的第一回應 是告訴大家 選舉還早 表示在賴清德的認知當中 發生的這一些狗屁倒召的事情 都是因為選舉 都是因為你們在談選舉 你們在關心2026 所以才搞出這麼多有的沒的 否則他大可不必談這些 他只要好好講 我們黨要清廉 我們黨要注重形象就好啦 為什麼要講說 現在不要談選舉呢 就是因為他知道 你們之所以搞得這麼亂 因為你們還戀戰的權位 那麼對於陳婷菲來講 他當然是希望能夠拼死一搏 但如果我們放在賴清德的角度 好 如果賴清德 不給自己的子弟兵 給你們初選 而且初選當中 陳婷菲還贏了 贏了基本上 那也就是能夠順利當選 假設 那麼在這個狀況之下 陳婷菲會感激賴清德嗎 他會覺得是賴清德重要他嗎 當然不會啊 對吧 那我當然是任命自己人啊 好 那如果 如果不讓陳婷菲有初選 或者初選把他給做掉之後 那你覺得陳婷菲 能會叛黨嗎 也不會啊 也是沒出路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一局對賴清德跟林俊憲來說 都算是贏定了 好 我們必須要講啦 剛剛聽完了這個 來賓講完之後就想說 這個水真的很深耶 選個立委政治獻金7000多萬 真的是讓大家看到他的政治能量 我們只能這樣講 看到他真正能量真的不同小覷 但是也讓大家看到了 在檯面上頭的這一些人 每一個人你看到他 好像都是一個一個的個體 但後面到底有多少人 後面站的是誰 沒有人知道 我們先進廣告